我求婚的这天,女友和她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她解释,她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成为我的新郎,那我呢,我算什么,我终于明白,这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和付出,根本比不过她初恋的一滴泪,新郎为林婉白带上婚戒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气氛热烈,夏文轩掀开了她的投杀。 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她曾经朝思暮想的人,身披白色婚纱的林婉白,美得惊心动魄,全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林婉白也适时地点起脚尖,羊脸督唇,就在这时候。 她看到了树下的我,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 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友,此时牵着别人的手,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 而我,只是正正站在原地,手脚冰冷,有风吹过,脸上一阵凉意。 这场婚礼,因为我的存在,被迫暂停,那是谁呀,来干什么的,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 她和新郎比起来,差太多了,所有宾客的日光都定在我身上,他们皱着眉。 满脸不赞同,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林婉白也看到了我, 她微微盛眉,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她神情慌乱,松开夏文轩的手,做事要来追我,夏文轩却拉住她的手臂,眼中含泪,晚白,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娘。 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女人,竟然犹豫了,她看着我,身体却偏向夏文轩,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再等下去,不过是自取其辱,她不会选我,我转身离开,阿齿。 林婉白朝我走了几步,有人声嘶力竭地在她身后喊。 婉白,一阵兵荒马乱,她到底还是没追上来,这一整夜,我都没有睡了,林婉白也没有回来, 我们的聊天见面还停在那句一,晚白,等你回来,给你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是她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在我准备求婚的这天, 我的爱人牵起他人的手,步入婚姻殿堂,我真以为她在出差, 真以为她忙到连消息都挥不过来。 原来,她是忙着结婚啊,她让我的等待和惊喜,她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那张求婚告白词被我操得发咒,没有必要了。 我遇到林婉白时,她和夏文轩刚分手,事业和爱情,遭遇到双重打击。 而我的出现,就是那样的遗巧,给了她慰藉,给了她鼓励, 我陪她从低谷到高峰,整整用了七年,七年,后来她说让我娶她, 我以为她对我是感激,是愧疚,可她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自那以后再也挪不开了。 那一刻,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其实不知道, 在很久之前,她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是我,一直在追随她的背影, 而在这一天,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接了果,我终于守得云开剑月鸣, 我曾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可夏文轩的出现,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 不过是自欺欺人,她从没忘记她,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 我终于决定离开,刚收拾好行李箱,门外就有了动静, 林婉白开门进来,一脸倦意。 阿迟,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我静静地看着她, 不至于此,夏文轩得了剑动症,她想当一次新郎, 这一瞬间,她的痛苦是因为我的不理解,还是因为夏文轩的即将凋零, 我分不清,大概是后者吧,她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 今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穿着西服,要我陪她走完接下来的流程。 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萦绕在她眉间,阿迟,我没法拒绝,她快死了。 拒绝,她真想过拒绝吗? 婚礼上,她脸上的笑容,做不了嫁,她嫁给了年少时朝思暮想的人, 她曾经做梦都想嫁给她。 我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那天她接了个电话,她向来冷静自尺, 更何况,这些年,她的事业如日中天,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行鱼,色了。 可是那天,她突然心不在焉,没眼间,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 她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得赶紧去处理,我信了。 后来,她出了几天差,回来以后,就时常发呆,那段时间,我总是竭力逗她开心, 我真以为她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我希望自己能为她分忧。 原来啊,她在为另外一个男人担忧,我问她,那几天出差,也是在陪她吗? 林婉白默然不语,她向来不屑对我撒谎,可到底,还是为夏文轩破了力, 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认得她的了,可这张脸沉静得眉眼,薄情的双唇,分明都是她的,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林婉白。 算了吧,她没有应声,站在我面前,微然不动,嘴唇抿得很紧, 她动了动唇,似乎有话要说,却什么都没说,我推着行李箱,准备绕过她离开, 她却拉住我的手腕,眉毛紧拧,声音哑然,阿迟,不要走,我甩开了她的手, 我去了趟医院,做检查,刚到楼下,就撞见了夏文轩,她笑着看向我, 大大方方介绍自己,你好,我是夏文轩,她是学跳舞的,体态也好,样貌也好, 我和她站在一起,高下利剑,当年林婉白事业失败,她却离开她,毅然决然出国进修, 或许人总是犯贱的,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 所以,林婉白才对她心心念念这么多年,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自然得不到她的珍惜, 我听婉白说了,你是她的未婚夫,她说这话时,扬着下巴,嘴角微微上扬,满是得意, 她在向我炫耀,未婚夫又怎么样,她还不是陪她走完一场婚礼, 她还不是和她念完一生一世的誓词,在她看来,我就是个笑话, 那场婚礼,婉白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我不想和她多言,嘴里又酸又苦, 林婉白已经和我没关系了,和一个将死之人争。 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也没有那么卑鄙小人,夏文轩想要的,给她就是,我快不离开, 夏文轩似乎还有话要说,追赶我时,却摔倒在地, 林婉白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这样的状况,让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她连忙上前,扶起夏文轩,动作轻柔,好像怕稍微重一些,就会把她弄碎了, 她的目光对上我时,却多了几分灵力和责怪。 阿迟,文轩是个病人,是啊,她是个病人,所以她就可以不解释一句, 陪她一整晚,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直到第二天,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 求我别走,我从来没被她放在第一位,我什么都没做,是你的老公平地摔, 我咬中老公两个字,语气嘲弄,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 对她,我向来体贴入微,这些年,我几乎从未在她面前显露锋芒, 真是卑微的可以,夏文轩面带歉意,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 是我自己摔的,和张迟没有关系,晚白,你知道的, 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一刻,我突然明白, 夏文轩生性骄傲,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 她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展露一下伤处,林婉白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 她对她于情未了,也不忍责怪她曾抛弃她,在生死面前, 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听见她的话,林婉白一愣, 对上我的双眼时,欲言又止,夏文轩拿过她手里的橙子, 语气轻松,好了,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我先回病房, 你们慢慢聊,我这才注意到,那个被林婉白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 来说个好笑的事情,我很爱吃橙子,但林婉白不喜欢, 刚在一起那会儿,她带我和朋友聚餐,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 这样的举动,让我安全感十足,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她的喜恶, 为了拉近和她的距离,我往她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 她一愣,紧闭双唇,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 她的朋友们都看向我,手心有汗一出来, 我下意识地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惹得她不开心了, 有人打圆场,婉白姐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 阿迟,你这都不清楚,自罚医,悲啊,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 可到底,我还是觉得失落,之后有一次醉酒, 林婉白才终于告诉我原因,其实小时候, 她并不抗拒肝桶类的水果,她的妈妈身体不好,胃口向来不佳, 但她格外喜欢桶子,家里也总是背着,那是个寒冷的冬天, 妈妈最后给她包了一次桶子,亲了亲她的脸蛋, 说,在家里等妈妈,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妈妈就回来, 那天,林婉白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 等到雪月下越大,越过她的脚踝, 最后,她只等到一句,林婉白,你妈跳河了。 她的妈妈,死在那个冬天,等她再长大了些, 她才知道,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桶子, 只是妈妈生病了,而桶子便宜。 颜色鲜活,妈妈的桶子, 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 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她话语哽咽,后来,我再也不吃桶子和橙子了, 那一夜,她的眼泪滚烫,滚过我的肌肤, 让我也流下泪来,我知道,橙子会让她想起妈妈, 会让她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 所以后来,我基本也不吃了, 就连干桶条的香水,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 再也没拿出来过。 直到这一刻,看到她手里的这个橙子, 我才终于明白依依, 其实林婉白已经强大到不需要避讳这些了, 只是我做不了她的例外。 只是她从不在意我的付出, 只是她并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 但她知道,夏文轩喜欢橙子, 什么悲伤的记忆, 什么难堪的过往, 都可以为她的喜欢让道, 林婉白看向夏文轩, 面露担忧, 需不需要叫护士, 她对她的关心, 向来明目张胆, 夏文轩怂怂肩, 笑容轻松, 婉白, 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 你们聊吧, 林婉白这才看向我, 阿迟, 你搬到哪里去了? 你, 巨大的响声传来, 夏文轩刚走出不远, 又再次摔倒, 林婉白话音未落, 就转身奔向她, 我站在原地, 看她满脸焦急, 看她因为她手臂上的擦伤而直皱眉头, 她说, 让你别自己来, 疼了吧, 语气不重, 想称怪, 想调情, 她问, 还走得了吗? 夏文轩摇摇头, 她就扶着她起来, 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 夏文轩搂着她的脖梗, 扭头看向我, 笑容灿烂, 得意的神情说明了三个字意我赢了, 她顾忌重施, 狠餐, 却实在好用, 胃里一阵翻涌, 我转身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 吐得昏天黑地, 过了很久, 林婉白才发来一条消息, 阿迟, 你来医院干什么? 有哪里不舒服吗? 这句话, 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 她昨天也忘了问,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她的婚礼现场? 我摇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 拉黑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林婉白还是知道了我生病的消息, 李超一脸歉意, 阿迟, 实在对不起, 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张曼, 张曼在电话那段却说, 阿迟, 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 给婉白一个机会, 把李超骂骂咧咧咧, 从我手里抢过手机, 对张曼破口大骂, 林婉白干的就不是人事, 也就阿尺脾气好, 要是我, 非得凝断她的胳膊, 让她和夏文轩双宿双飞, 做两个甜蜜的残疾, 说来有趣, 李超是我的兄弟, 张曼是林婉字的闺蜜, 他们的姻缘, 还是我们撮合的, 只用了两年, 就修成证果, 他们前几天领了证, 还缺一个婚礼, 而我和林婉白, 撮磨七年, 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 林婉白还是来了, 跑来的, 满头大汗, 一脸焦急, 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 他的眉头骤然一松, 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像是啪一松手, 我就不见了, 阿迟, 我错了, 你别冲动, 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他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 林婉白他爸是得肺癌走的, 所以他很少抽烟, 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 才会来上一支, 这些天, 他四处奔波, 为夏文轩寻医问药, 都有人问到, 我头上了, 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 身体还好不好, 这些人还真以为, 我能让林婉白急成这个样子, 真是可笑, 比烟味更浓的是薄荷的香味, 前几天在医院, 我在夏文轩身上, 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 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 林婉白的爸爸去世, 紧接着, 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 那段时间, 林婉白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担心他的身体, 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 让他安安神, 之后我特意请了半天假, 为他煎药, 那天, 我守着那锅汤, 等到很晚, 却只等到一句, 阿齿, 我想一个人静静, 出去散散心, 不用担心我, 过了几天, 他才回来, 身上就带着这股饱和香味, 原来那时候, 他是去找了夏文轩, 去找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更可笑的是, 当我问他身上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 他递给我一瓶香水, 给你带的礼物, 导购给我试了一下,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他出去散心, 还记得给我带礼物, 我以为, 他一定很爱我, 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 后来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他总爱黏着我, 埋在我的颈窝里, 可惜,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他的用意, 他并不是有多喜欢我, 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薄荷香,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他当成了夏文轩的替身, 一个拙劣的替身, 除了那股香味, 我们毫无相似之处, 我推开他的怀抱, 冷声道, 别碰我, 林婉白真正地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李超看着我, 阿迟, 你怎么, 我捂着嘴, 跑到卫生间, 我吐得厉害, 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 李超递给我一瓶水, 不停地拍我的背, 帮我顺气, 怎么吐成这样, 真是遭大罪, 林婉白就站在门口, 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 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格外显眼, 我恨恨地盯着他, 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 那瓶香水是你特意调的对吧, 和夏文轩身上一样的味道, 林婉白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刹那间脸色惨白,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他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阿迟, 你听我解释, 那时候是我不懂, 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 后来我才知道让我安心的是你, 阿迟, 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 我冷笑, 好啊, 二选一, 要么让夏文轩滚出我们的生活, 要么我们划清界限, 从此以后, 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林婉白神情一致, 大概是真的在思考, 张曼嚷嚷, 你还犹豫什么, 当然选阿迟啊, 你们认识七年, 在一起四年, 这些你都忘了, 但林婉白不这么想, 他话语难难, 可是他要死了, 阿迟, 他要死了, 他是个舞者, 却得了剑动症, 你知道那种绝望吗, 他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 嘲讽我夏文轩只是失去了一条命, 但我失去的, 可是爱, 秦阿, 多么可笑, 林婉白, 但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可怜她, 可怜到嫁给她吗, 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 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 奔向她, 你到底是可怜她, 还是对她余情未了, 你自己分不清吗, 林婉白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 来掩饰她的余情未了, 真是嘴硬, 林婉白没有再开口了, 他只是攥紧拳头, 攥到直接泛白, 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 这时候, 一道电话铃声, 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林婉白套出手机, 电话那段闹哄哄的, 有人大喊, 你快过来, 夏文轩在闹自杀, 他不想活了, 他顿时慌了, 而这时候, 护士叫我进手术室, 其实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笑着说, 你去吧, 别真的死了, 到时候你得恨我一辈子, 被这种人恨着, 也挺损功德的, 林婉白看着我, 目录哀求, 阿迟, 答应我, 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我们一起商量, 我扯了扯唇角, 指甲狠狠扎尽手心, 这七年, 就当是喂了狗, 又是一个电话, 那端催得急, 李超恶狠狠地说, 林婉白,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可林婉白的神情, 肉眼可见的交集, 他大概是真的很怕, 怕夏文轩就这么没了, 张曼恨铁不成钢, 夏文轩就是个骗子, 他玩的这种把戏你看不出来吗,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林婉白又不, 他只是在纵容, 他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夏文轩会从高楼跳下去, 阿迟,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再说, 我没说话, 他又转看向张曼, 张曼, 我求你, 帮我看着他, 别让他走, 张曼大骂, 你自己看, 你还是不是个人, 我让他等一等, 然后拧开瓶盖, 将漱口剩下的半瓶水, 全都淋到了他头上, 林婉白, 我们完了, 别来找我了, 水珠沿着他的脸向下蜿蜒, 啪打啪打, 滴落在地, 看着挺蠢的, 水珠见到眼里, 刺得他的双眼发红, 他正正地看着我, 哑着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望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 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 张曼气地跺脚, 这个狗女人, 骂完, 他问我, 阿迟, 你还好吧, 挺好的, 我压根就没觉得, 他会选择我, 就算他选了我, 就算夏文轩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回不到曾经, 破镜不可能重圆, 进手术室前, 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林婉白, 你好自为之, 发完拉黑, 手术很快就做完了, 醒来的时候, 李超也在,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李超, 我包里有两枚戒指, 你帮我还给林婉白吧, 反正这结婚戒指, 也是随便调的, 林婉白当时想着夏文轩, 根本没用心, 这东西, 我也不稀罕, 李超点点头, 走了, 张曼坐在我身旁, 阿齿, 林婉白不值得, 我知道, 我生病的消息, 是他故意透露给林婉白的, 那七年要放下, 谈何容易, 他以为, 仅仅是因为夏文轩的存在, 我和林婉白就有了误会, 可他不知道, 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 他也不知道, 因为夏文轩, 林婉白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 但现在, 他完全清楚了, 李超给他发了个视频来, 张曼没有避开我, 直接点开, 视频里, 林婉白将夏文轩抱在怀里, 二人相用而泣, 他说, 我不想待在医院了, 这里好闷, 我不喜欢这里, 林婉白说好, 都一叹, 他说, 我想去看看世界, 我想再跳跳舞, 我想, 他气不成声, 林婉白连说好, 他闭上眼, 有泪从脸颊上滑落, 瞧, 多深情, 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 可真是太残忍了, 看得我直犯恶心, 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 意在逼我很下心来, 他这人, 一向清醒, 刘院观察结束, 李超和张曼一起送我回家, 刚坐上车, 林婉白就出现了, 他手里, 拿着我还的戒指盒, 目光有些呆滞, 阿迟, 你真的把我们七年的感情放下了, 张曼眉头直皱, 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 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 我轻声问, 夏文轩呢, 睡着了吗? 要不然他怎么会来, 林婉白没回答, 算是默认了, 我笑, 如果你真那么深情, 就和他一起死吧,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这句话, 林婉白呆滞的神情, 有了一道裂缝, 痛苦, 悲伤, 愧疚, 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 他的双眼星红, 我没有再说话了, 夏副疼得厉害, 就连呼吸都得小心心意, 张曼气不打一处来, 破口大骂, 把心腾空, 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明白, 林婉白阿尺守了你七年呢? 那个夏文轩呢, 人家抛弃过你, 你还巴巴地凑上去, 你是不是范贱, 真心喂了狗, 晦气? 林婉白没有反驳一句, 张曼要关车门, 他却伸手扒住车门, 阿尺, 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 张曼发了个白眼, 冷笑, 刚刚不是还说, 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 得, 这是骗完第一个, 再骗第二个啊, 林婉白, 两个都想要, 你挺贪心啊, 我要关门了哈, 手家断了, 可不好照顾你的老相好了啊, 林婉白威然不动, 任凭张曼怎么骂, 他也不肯松手, 李超从驾驶位下来, 好言相劝, 你赶紧走吧, 你这是做得太缺德了, 别逼我给你一拳, 林婉白只是直直地盯着我, 阿尺, 刚刚那些话, 只是为了安抚他,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他打开戒指盒, 将其中一枚男戒递到我面前, 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 我们结婚, 我们会有好多孩子, 李超连连摇头, 然后一根接着一根, 掰开了他的手指, 林婉白抖着唇看我, 猴杰微微滚动, 却没发出任何声响, 他眼里的哀求都快一出来了, 汽车启动, 我看了眼后视镜, 林婉白站在原地, 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 就知道后果, 只不过做出一副挨挨的模样, 来彰显自己的深情, 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吐槽, 装尼玛的大情种, 后来的日子, 我都在出租乌养身体, 李超经常来看我, 他说, 林婉白天天缠着张曼, 问你的地址, 烦死, 我笑了笑, 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 后来有一天, 我接到了夏文轩的电话, 他约我出去聊一聊, 我欣然赴约, 到咖啡厅时, 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 撇开我们的恩怨不谈, 夏文轩是那种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男生, 他真的很帅, 他说, 这些年, 晚白承蒙你的照顾了, 我整理了一下袖子, 笑道,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 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 不以为耻, 反倒含沾, 沾自喜, 挺不要脸的, 有些话, 还真是不吐不快, 夏文轩搅拌着咖啡, 脸上没有一点脑溢, 感情的事情, 和仲裁可不一样, 我要死了, 所以我丢弃的一切, 都要找回来, 要怪只能怪, 我给了你七年时间, 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扬着下巴, 笑容得意,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看来他真以为, 他的死, 会令林晚白的爱永久封存, 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质, 无人替代, 我笑他天真, 你都要死了, 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 如果你真有本事, 就应该让林晚白非你不嫁, 跟你跟到地府去, 夏文轩, 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 可等你死后, 你能保证, 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 林晚白的条件有多好, 夏文轩比我更清楚, 他相貌绝佳, 自产丰厚, 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风蝶, 夏文轩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我继续煽风点火, 来猜一猜, 你死以后, 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 夏文轩约我出来, 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 他才害怕, 这段时间, 林晚白四处打听我的消息, 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 这些他一定都知道, 他找我聊一聊, 是来试探我的态度, 是来恶心我, 让我彻底死心, 可惜, 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 我勾了勾唇, 说, 如果我不回头, 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 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 却得不到的我, 我抿了一口咖啡, 挺苦的, 夏文轩, 你比我更清楚林晚白有多犯贱, 他对你, 到底是爱而不得, 还是情根深种, 夏文轩抿了抿唇, 不至于此, 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吧, 帅气地死在他怀里吧, 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 留下这句忠告后, 我起身离开, 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花, 在将死的时候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来彰显自己的意义, 挺悲哀的, 他们继续涂写他们跨越生死, 感天动地的爱情, 和我再没有关系, 休养一阵后, 我接受猎头的邀请, 又换了新的公司,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 难以再见, 说来挺傻的, 和林婉白刚在一起那会儿, 为了帮他, 我想公司请辞, 等他的事业稳定, 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虽然撇开感情不谈, 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 但的确打乱了我的职业规划, 现在想来, 还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几个月, 某天, 李超上门送请帖,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 终于在这个冬天, 有了着落, 李超问我, 林婉白也会来, 你介意吗? 介意的话, 我让张曼把他赶一边去, 张曼和林婉白认识很久, 他们早就约定好要当彼此的伴娘, 当然不能因为我, 而影响到这场婚礼, 我摇头, 不用管我, 你们俩的婚礼, 当然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 林婉白作为伴娘, 跟在张曼身后, 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裙, 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大概不记得了, 可我还记得, 那是一个秋天, 我保言失败, 紧接着, 秋招也没了希望, 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 突然很想妈妈, 如果他在, 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 等我吃饱了, 再让我继续努力, 可是他不在了, 我站在山顶, 有那么一瞬间, 很想不顾一切地跳下去, 在这时候, 我看到了林婉白, 那时候, 他刚创业成功, 一起风发, 他站在我身旁, 似是无意地说, 这是学校视野最好的地方, 能看得到彩虹,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 美得令人心醉, 我突然就感觉松了一口气, 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 好像也没那么重了, 那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无意的话, 但我记了很多年, 直到三年后, 我才再次遇到他, 紧接着纠缠七年, 与那一年不同的是, 现在的他, 皮太尽险, 他也看到了我, 现场的气氛热烈, 可他只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眸光复杂, 我侧过身去, 整理东西, 借此避开他的目光, 李超抱着张曼下楼, 张曼家是个老小区, 没有电梯, 只能走楼梯, 人很多, 一个孩子无意间推了我一把, 我顿时就有些站不稳, 眼看着就要跌倒, 林婉白扶住了我, 和他肢体接触的瞬间, 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薄荷香, 一种熟悉的呕吐感涌了上来, 站稳后, 我推开了他, 别碰我, 林婉白后退几步, 背靠扶手, 才看看稳住身形, 他垂着眼, 一阵哑然, 神情很是受伤, 被他碰过的地方,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阿迟, 小心脚下, 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 这种语气, 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没有理会他, 转身下楼, 抵达酒店后, 我才发现夏文轩也来了, 他坐在轮椅上, 唇色有些泛白, 还是那副可怜的模样, 他轻声唤, 婉白, 林婉白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 却还是奔向他, 张曼看向身旁的李超, 李超连忙撇清关系, 我没邀他过来, 他看了眼我, 没准是怕林婉白被勾走, 毕竟小偷嘛, 最怕遇到同行, 我挑了挑眉, 我可不是同行, 李超耸奸, 心里脏的人, 把谁都想得脏呗, 张曼冷笑, 好, 既然他不要脸, 那我也不客气了, 很快, 及时到了Love Story的背景音乐响起, 身穿白色婚纱的张曼, 缓缓走向李超, 我站在台下, 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不知道什么时候, 林婉白走到了我身旁, 他递来一张纸巾, 我没接, 这是我才注意到, 他无名纸上的那枚结婚戒指, 挺装的, 挑的时候没用心, 分开以后却不肯摘, 假惺惺装申请, 夏文轩推着轮椅过来, 婉白, 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 林婉白没有应声, 扭头看向我, 似乎是要从我脸上, 看到那么一点难过和不甘, 但他注定要失望了, 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 满面笑容, 起哄让他们亲一个, 林婉白垂着眼, 在台上的人。 本应该也有我们, 不是吗? 他的声音很轻, 只一瞬就淹没在人海里, 但我听到了, 夏文轩也听到了, 他全身抖得厉害, 他自然清楚, 林婉白口中的我们, 指的是我和他, 以前张曼提议过, 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 当时大家感情都好, 这样的提议, 自然是全票通过, 我没想到, 林婉白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真让人恶心, 我往旁边退了几步, 这时, 一束捧花, 精准无误地砸到了夏文轩头上, 张曼拿过司仪手上的话筒, 哎呀, 怎么砸到你头上了? 我记得你结过婚了吧, 说是得了绝症, 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 所以抢了人家的未婚妻, 正都没拿, 就穿着西服, 逼他跟你举办婚礼呢, 高, 实在是高, 人都是喜欢吃瓜的, 听见这话, 本来还在埋头苦吃的宾客们, 全都抬起头, 找寻话题的主角, 我又往旁边挪了挪, 夏文轩捧着花, 面色惨白, 窃窃思欲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更有甚者, 还拿起手记录视频, 哎呀, 这人长这么帅, 怎么是个男小三类, 我看啊, 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绝症也不是抢别人未婚安的理由啊, 人家小伙, 子多可怜, 都快结婚了, 他来这么一出, 真恶心, 那女的也不是个好东西撒, 跟那不要脸的绝派, 李超假意咳嗽几声, 张曼超我眨眨眼, 把话筒还给司宜, 他是在帮我出恶气, 在夏文轩举办婚礼时, 我也曾被他的亲友恶意揣测过, 夏文轩有些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林婉白, 想寻求帮助, 可林婉白只是看着我, 欲言又止, 夏文轩喊, 婉白, 他眉婴, 夏文轩很快红了眼, 人眼可畏, 他慌忙低下头, 启动自动轮椅离开, 出乎意料的, 林婉白没有去追他, 阿迟, 我没有和他领证, 我真的后悔了, 酒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 那是一个抛弃过他的男人, 曾经的那点不干涸爱而不得, 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 他的这抹白月光啊, 或许很快, 就会变成剩在碗底的白米饭, 张曼笑嘻嘻地说, 还不去追呀, 待会又闹自杀呢, 真死了可咋办, 我不想被杀, 人犯的罪名哈, 林婉白深深看了我一眼, 走了, 张曼催了一口, 这个夏文轩没点眼力见, 看到他我就觉得晦气, 李超搂着他, 轻轻抚摸他的小腹, 老婆消消气, 别惊着孩子了, 张曼冷横一声, 你以后也少和林婉白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 李超红, 是是是, 都听你的, 后来我听说, 夏文轩失踪了, 张曼吃着李超洗好的樱桃, 满脸不屑, 还做呢, 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 他越做, 林婉白只会更烦, 我笑, 他不是做, 也是怕, 我听说, 到了剑动症中期, 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 他怕, 怕林婉白看到他最丑陋的那一面, 他想帅帅气气的, 死在林婉白回忆里, 比起互相折磨, 他更想要林婉白的愧疚, 这样, 他会记得他更久, 看来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 后来啊, 张曼又告诉我, 林婉白找到夏文轩了, 因为心情郁洁, 消极治疗, 他的病发展得很快, 林婉白愧疚得要命, 竟然真的要陪他环游世界, 但他的公司不能停摆, 没过多久, 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 冬去春来, 春去秋来, 夏文轩死在这年冬天, 张曼叹了口气, 其实夏文轩也挺惨的, 天度蓝颜啊, 如果他没有那些遭操作, 我会可怜他的, 我想了想, 我也是, 说这话并非圣母心, 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之后没多久, 因为决策错误, 林婉白的公司遭到了重创, 他这会儿正焦头烂额, 李超告诉我, 这个消息的时候, 笑嘻嘻的, 那破公司早就该些菜了, 没有阿迟, 怎么可能蒸蒸日上, 我对于电脑审阅项目方案, 连连点头, 还好跑得早, 后来林婉白还是找了上来, 其实他早就打听到我的住址了, 前段时间, 有天半夜醒来, 我摸黑去洗手间, 不知道怎么的, 就往楼下看了一眼, 正巧就看到, 他站在我家楼下, 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身上, 身影寂寥,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 脚下围了一圆烟头, 我立刻拉上窗帘, 没有再看了, 这一次, 他瘦了很多, 看着精心打扮过, 但仍有掩不住的疲态, 他的无名纸上, 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 阿迟, 我能进去坐坐吗, 我双手还胸, 挡在门口, 有事就在这说吧, 见我态度坚决, 他也没有强求, 阿迟, 我很想你, 他塌了口气, 鱼气颇有些沧桑, 夏文轩去世那天,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但没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觉得无比糟糕, 看那夏文轩, 现在你还觉得你赢了吗, 林婉白又摸出那枚难戒, 阿迟,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 他真是天真, 当年在医院, 我没接受这枚戒指, 现在更加不可能接受了, 我话里带刺, 怎么死了一个白月光, 终于想起我这粒白米饭了, 他来求我, 或许有几分真心, 但更多的, 恐怕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 想让我陪他东山再起, 他沦落成这样, 都是自己做的, 怨不了任何人, 林婉白皱眉, 阿迟, 别这样, 这不像你, 我怂怂间, 见人说人话, 见狗说狗话, 我向来, 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 不过因为爱他, 所以收起爪牙, 可是他不珍惜, 林婉白语气笃定, 我们那七年, 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 我笑着摇摇头, 我向来拿得起, 放得下, 他却还在自欺欺人, 林婉白,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烂情吗, 他抿了抿唇, 说, 我和夏文轩没领证, 我阴阳怪气, 你和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想要我夸你一句, 你守住阵地了, 真棒嘛, 你通过贬低对他的爱, 一次夸大对我的情编身种, 林婉白, 这让我觉得挺恶心, 什么不能没有你这种话, 他对夏文轩也说过吧, 恐怕我答应了他, 下次他就会对另一个男人说同样的话, 只恨呐, 我们纠缠了太多年, 直到夏文轩回国, 我才看清他的嘴脸, 我做事要关门, 不好意思, 我得化妆去了,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林婉白一愣, 我不信, 不信, 我挑眉, 觉得他真是可笑, 你往楼下看看, 那个开兰伯基尼的, 就是我女朋友, 比你高比你美比你年轻, 他还真走到走廊尽头, 往窗外看了一眼, 然后面如死灰, 砰的一声, 我关上了门, 电话里, 新来的实习生声显明媚, 哥哥, 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 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 我可以帮你承擾我,